娱乐圈里从来都不缺乏一些会说话的人 黄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不仅演技一流是公认的影帝 唱歌还不输给专业歌手 在娱乐圈人缘极好 不仅得益于黄渤温暖谦和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黄渤的高情商 走到哪都备受称赞 其实呢我们第一眼看的黄渤 最先注意的就是他的长相 在如今这个鲜肉横行的年代 黄渤本就占不到便宜了 近几年还流行了书圈内卷 论演技黄渤倒是可以列入其中 但是论颜值的话 黄渤压根就看不出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个影帝 可以说黄渤长得并不普通 甚至是有点丑 因为这个长相而被大众嘲讽 对黄渤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两次了 甚至有主持人当着无数同行的面 在晚会上当众调侃黄渤的长相哦 但是黄渤呢早就把这样的声音 当成家常便饭了 而黄渤的回击也不搓言会议 也不会尴尬冷场 而是在不让自己吃亏的情况下 把全场逗得哄堂大笑 让不少人听得非常舒服 黄渤作为一个演员 可以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 在当上演员之前 黄渤曾是一个励志成名的歌手 还曾经组建过一支乐队 后来就因为不可抗力解散了 一场阴差阳错 让他走上了演员之路 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你关了一扇门 又给你开了一扇窗吧 黄渤是一个天赋极高的演员 即使他考入电影学院的时候 已经快到中年了 身边的同学看到黄渤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考进来 纷纷觉得现在招生标准越来越低了 但黄渤对表演的理解却非常透彻 即使身边的同学已经接戏接到手软 拿脚拿到手软 但黄渤也依旧不慌不忙地打磨自己的演技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起跑线 早就落后别人好多年了 在刚入娱乐圈的时候 黄渤也因为自己的长相和年纪 一开始并没有人找他演戏 说黄渤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诠释好自己演的那些角色 才让许多导演看到这个演戏的量子 才愿意把自己的剧本中的一个小角色给他 黄渤也没有因为自己角色戏份是多少 而感到愤怒或自卑 而是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们可以看到 黄渤一直以来扮演的都是一些比较丑的小人物 因此黄渤在拿捏这些人物的时候 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幸运的是黄渤终于红了 人的戏获奖了 他也拿到了影帝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好演员 但黄渤呢却能够在一片赞扬身中保持自己清醒的大脑 从默默无闻到声明鹤起 身边的人对他是真诚还是恶语奉承 他都一行而处 因此黄渤才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不会被这些公民利路所诱惑 现在怎么可能呢 你下来扯早灯好了 以前在剧组里面你能碰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人 各种小心机啊各种什么的 现在身边全是好人 每一张都是洋溢的小脸 花生花生你留不得休息一会儿 花生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给你拿点什么 太辛苦了花生你这什么东西 以前辛苦干了就这行 谁让你来了谁叫你来了 所以说就开始离生 如今的黄渤是个人生大赢家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美满 那妻子可爱的女儿 由于黄渤的长相 不少人都会拿他女儿来调侃 曾经刘烨就当众说过 黄渤的女儿长得丑 这话一出啊 当爸的怎么能够忍得了呢 黄渤还是利用自己的高情商 毫不费力地回堵了刘烨 虽然说自立航军看似开玩笑 但却能够让人感觉到黄渤的愤怒 以及刘烨不好的品性问题 这种行为 对 幸亏是哪 这要是女孩的话 他爸爸给他的影响 以及现在的行为 总结起来应该叫 随机养化 希望留学的孩子 能够茁壮地成长 不要对爸爸的审美所影响到 爸爸的审美 想来黄渤是在替自己的女儿抱巧吧 我说黄渤你把你规备照片给大家看看呗 他就跑了 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我说看完笑挺漂亮的 我说看完笑是看完笑的 即使黄渤脾气再好 也总归有大家平时不好踩的雷吧 更何况女儿长得好不好看 都是黄渤的掌上明珠 这样当众肆意调侃小姑娘的长相 不管哪个当霸的都受不了吧 不少人都直呼黄渤怼的真的是太好了 高情商的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混得风生水起 男人可以没有样貌 但是肚子里一定要有才华 大家觉得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吧